其實如果老師 覺得說你想要比較 自由的環境 因為現在我們講到錄製的部分 你也可以怎麼樣 就是自己再開個新的 怎麼叫再開個新的 你就回到的首頁 簡報關閉 回到這邊好了 你可以先回到他的首頁 然後從這裡 啟動 他會是一個新的 有沒有 等一下 好像已經進到這裡 對 這樣一個新的 有沒有 你就再啟動一次 那這樣是不是就兩個 就好像我們GoGoMe的同時開兩個會議一樣 那你這邊 老師就可以先退出沒關係 或者我把大家踢出去也可以啦 就是 你可以像這樣子 開個新的 你就可以 自己去掌控你要的這個內容 這樣OK 因為我們剛剛體驗過的 線上開會的感覺了 那至於現在又要開會就沒差了 OKOK 你看我們看這邊的 這裡我就先退出囉 來 幫大家退出囉 好 關閉關閉 可以 這樣就沒有人跟你 在搶東西了 所以老師呢 你被退出之後 你現在就是重新 重新再進來就好了 就重新開個 自己的 這樣 你可以 像我剛剛一樣 到媒體這邊 把你自己的檔案把它丟進來 試看看 那如果你不要這種方式的 就是從 左下角這邊 一個一個 頁面新增 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準備錄影 就是說 你錄影其實兩種方法 一個像我們剛剛這樣 把簡報都準備好進來 那第二種方法 我們等一下一起做就是 剛不是有螢幕分享嗎 對不對 也可以啊 好 那我們先用 第一種方式 那老師呢 如果 你看喔 我現在新聞有點到 第一個投影片 所以他就直接顯示 第一個投影片 但是如果我沒有任何 一個投影片被點到的話 你看喔 先離開 點旁邊 有什麼 點到 這裡 因為他 會那個什麼 有那個背景 就是我如果沒有任何的 投影片的時候 好 現在沒有 沒有出現就算了 那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 你要錄影的話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 錄製新影片 就是在這裡 你就可以從這邊錄製 你把它按下去 一樣 倒數計時 那他就照你的這個 指定的麥克風跟網路攝影機 所以 我們這樣就開始錄了 那 比如說這是我的第一頁 我先介紹了 我們的這個 虛擬盛法 那當然過程裡面你的 畫面想要這樣移動 可不可以 都可以 反正還是會錄下來 其實你可以自由決定 好那我進到 第三頁 第三頁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他剛開始會先載入一個背景 有沒有 這就是 這裡的背景 也就是說 如果 你的內容還沒有載進來的時候 這邊的內容還沒有載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先用這個背景載入 所以如果你怕說有這種情形 你可以把你的背景設成比較適合的 這樣的話就比較不會說奇怪怎麼中間會有一個 好像比較突兀的感覺 然後接著你看我在這邊 我繼續錄下去 繼續錄下去 那 像我現在這邊來講 我的這個 網路攝影機的 這個大小跟位置 有沒有我現在每一個都是一樣的 除了剛剛 在第一個 我改變過以外 都一樣的 那如果 你假設 我們剛有提過每一頁的這個是不是都可以不利 假設你後來 覺得說你喜歡站在上面 不喜歡站在下面 那要把 這個 這個位置 同步到其他的 可以嗎 可以 你看這個地方 小小的地方 有沒有三個點點 就每個投影片下面有三個點點點 點他一下 有看到了嗎 將設定套用到所有投影片有沒有 你只要這個一樣 所有投影片都會用你這個 有沒有感覺每一個都在上面 這樣了解 因為有些時候如果你 可能後來決定說我要這樣子 你要每月改 位置還是不一樣 對不對 就這個還蠻方便的 好就可以像這樣好那我錄好了我已經錄快兩分鐘了好停止 你看他現在幫我停止之後 就把我的影片上傳到他的SERV上去 好有了 這樣就有了 所以老生們感覺到 以後我們錄影 不用裝軟體 這樣你不覺得比較輕鬆嗎 不用像我現在在我這邊錄影我還要OK嗎 哈哈 錄完了他就把你傳上去了 就用他上面的空間 而且其實重點是什麼 來您看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 有不同的投影片 針對這區錄影嗎 他已經自動幫你 按照 一個投影片就是一個章節 也沒有分開了 老師有沒有想過我們在那個YouTube上面 我們不是有那個章節的功能嗎 章節的功能目前YouTube有兩種 一種是 那個上傳影片的自己把那個章節的 那個內容放進去 那個是當然最好 可是就是要人工 人工智慧 功能智慧 但是呢 YouTube有另外一種 就是自動的 就是他依照那個畫面的變化自動幫你切章節 像我們以前 那個 林東有一個那個 會議室 他們那個 現場 就是有自動錄影 自動切章節 但是他是固定時間 比如說可能15分鐘 20分鐘 自動切一個 但是用那一種的來看 其實一點都不方便 為什麼 切的段落根本跟我們講的段落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那一種的效果不好 那我們用 好處就是這樣子 當你 依照 不同投影片在錄的時候 章節都幫你分好了 老師有沒有想過 萬一我中間這個章節這裡講錯了 以前你會怎麼做 你看我這裡中間有一個 只有錄兩秒鐘的有沒有 一看就知道這裡講錯了 怎麼辦 以前你就 刀子準備拿起來 是把這裡砍下去 對不對 但是要找到這裡 還不太容易找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 裡面 這個變簡單了 你只要點到它 你get out 有沒有就刪掉了 那個就刪掉了 那萬一老師你後來發現了 好這裡會把它拿掉 好這裡也一個拿掉 怎麼這裡都這麼短的 好拿掉 好後來你發現 這個 我想要放到前面去 怎麼辦 按著它丟過來就好了 你有沒有感覺我這樣抓的範圍都很準 還是你比較喜歡用微力導演簡易慢慢看 這種方便有沒有 方式有沒有簡便很多 這個是我們拿來做錄影的時候其實我覺得他剪輯很方便 老實講 這個也是以前為什麼我去年介紹的時候 我還比較堅持 介紹那個 他的電腦版 因為那時候他還有電腦版就是舊版本的 他就是有這樣的功能 反而是那時候的雲端版沒有 那我就覺得這很可惜 他就變成只有錄影的功能 但是沒有剪輯的功能 好那我們這樣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而且呢你看喔 你點到它 你還可以直接修剪 對不對你看我點進來 你就可以針對 他的內容 去頭去尾 就在這邊 你就不用像一般剪接軟體 還要慢慢看 看那麼辛苦 像這樣假設我這邊切斷 有沒有這樣就切掉儲存 這樣就變43秒 這樣剪有沒有變比較簡單 那萬一如果你中間還要插入一段怎麼辦 或者是我們這講的內容沒有 我覺得要補充一下 老師以前我們的做法也是要全部重來吧 就算你補錄那段你要加進去 你也是要用剪接軟體再把它補進去 是麻煩很多 那我們來試看看 怎麼樣補錄一段來你把 編輯器關閉一下 有沒有回來了 好你就看你哪一段要重錄好 比如說這一段剛剛沒有講好 我就點到這一段按錄字就好了 老師你可以幫我看一下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我們這裡是沒有名稱的 可是因為你錄過一次之後 他就會以你剛剛匯進來的那個檔案的名稱 變成你的 專案的名稱 好在這裡 所以你現在再錄下去 就是錄在這段影片裡面 這樣了解 好那我就來錄喔 來 錄字 一樣321 好那這一段我們來補錄一下 公中大學的 這個虛擬主播 人家現在也是這麼認真的 在做這件事情 好那我現在補錄完喔 大概10秒鐘左右 我就把它做一個停止 唉唷 好 你看 他幫我傳上去了 那傳上來之後 他有沒有放在彰帖5這裡 因為我只錄這一個嘛 來 那我就按著他 你要補到這裡來 你就補過來 老師沒有感覺到這樣子 錄影跟編輯影片變得輕鬆很多嗎 以前為什麼老師大家都不太喜歡錄影 那又不是我的專業 又沒有專業家籍 對不對 可是當他變成像這樣簡單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 有沒有就變得容易很多 所以這個是 我們的 鏡頭 怪怪的 好 回來 沒有 好那沒關係 我把它先縮小 所以像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 很輕鬆的去錄製它 那我再講一個 如果老師你要再重新進那個編輯器怎麼辦 就是直接按這裡就好 點下去 不用說一定每次要錄影才能夠進去喔 只要你按中間這個你的檔案 按一下 有沒有進來了 好那我介紹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你看我們剛剛可以補錄其中一個章節 就是有可能我中間某個章節沒有講好就 處理那一段就好了嘛 那我現在呢 針對這個章節因為這裡 我講了43秒 比較長一點點 我想要把它變短 怎麼辦 怎麼辦 甚至我想要把 我們剛剛 這裡 剛剛這邊 這個地方 這一段我想要把它插入到它中間這裡來 因為可能是中間找漏掉了 那 它都有提供這種功能喔 怎麼做 你看點到它 你拉動這個時間軸 您幫我看一下 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一條黑色的東西在跑 這裡 有沒有時間線在跑 對 這樣是不是可以看到了 也就是說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從上面播也可以啦 因為從上面播在上面 不喜歡站在下面 對不對 那要播放 確定這裡 我要查在這邊 我就來這裡 做一個動作 叫做分割 也就是我現在錄好了 有沒有 剛剛的 一段有沒有變兩段了 現在我就可以把這一段 按著拉過來 這樣不就插到他們兩個中間了嗎 這樣有沒有感覺 輕鬆很多 以前如果錄影這麼簡單 也許我會錄更多一點 其實說真的 那個錄影也是要花時間 真的 真的 我必須講 上課我比較輕鬆 上課我可以隨便講吧 就是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是 現場 因為有觀眾 所以我們可以 就是比較急省 可是 如果在家裡面自己錄的時候 可能我就會比較 想說我要怎麼樣錄會比較好 我會想要 比較一些步驟 所以我反而修修改改的機會 比較多 因為上課沒有修改的機會 一次就要成功這樣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就可以再把它做好了 再把它怎麼樣 放回來 所以這個是 它在 等於說我們 它不只是一個錄影工具 它連剪輯工具 也幫我們準備好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 其實說真的 雖然它不是像我一般那種 影像剪輯 裡面的那麼多的功能 但是基本的功能 這樣能夠完成 是不是就OK了 這樣對我們在做教學裡面 其實相對都簡單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先參考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 那個免費 我們剛不是介紹它的免費方案嗎 它的免費方案其實就是 這樣子 你做了這個 我們不是說最多入五個 檔案 這樣子叫做一個檔案 這樣你瞭解了嗎 所以你今天這個檔案 沒有錄製的時間的 長度限制 你後面要再錄幾個 是不是都可以 就看你怎麼錄 如果你真的都 不要了前面這些是不是可以刪掉 也可以嘛 這樣就OK啦 所以 其實 說真的 嗯 老師用到現在為止 你沒有感覺 真的 上手不難嗎 就很快就 了解了 只是以前 大家 沒有用過這樣的一個工具而已 但是 實際上在使用是還蠻方便的 那如果呢 您覺得 我不要 這一段 我想要 這樣就好 我想要再重錄的話 就開另外一個檔案重錄的 你可以按這裡 這裡有一個 插插有沒有 這樣就 關掉 表示我現在不要再跟 錄在這個檔案裡面了 你又是一個新的檔案 那這個專案呢 都會存在他的雲端 所以您可以按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這個 這就是您自己的影片 來看一下 有沒有我的 是不是今天的就錄在這裡了 然後呢 我以前錄的 有沒有都在上面 所以 如果你想要回到過去 打開其他專案 就點開這個 點開這個 這樣就好了 比如說你看我這一天 這個 點開 是不是進來了 專案進來了 不只專案進來喔 你看我的投影片有沒有變了 我的投影片是不是也變了 所以他的專案就是跟你的錄影結合在一起 這樣有感覺了 只是說 你一個月一個月 主要就是 錄五段 他的限制就是在這邊 所以我要回到今天的 我就回到這邊來 那另外老師可以稍微幫我們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有的叫做草稿 有的叫做已發布 對不對 已發布的就代表什麼 我有公開 就是 可以讓大家進來看的 草稿的就是像我們剛剛一樣 還在 努力編輯中的 OK 好 來 我就先讓大家稍微自己試看看喔 你可以自己錄一下 錄看看